汪小菲日前在微博狂发文 炮轰前期大S全家 妈妈张岚也凑一脚在直播上爆料 不过后来大S发文反击 汪小菲也表示 大家夫妻一场不再互相伤害 这轰轰烈烈的战火才告一段落 而汪小菲的好友李国庆却又跳出来 在抖音影片中提及张岚和汪小菲的最新近况 表示自己有传讯息关心汪小菲 不过对方却没有回应 担心的说 坏了汪小菲的精神要崩溃了 当然是企业没了你是家没了 我一人顶上你们母子 企业没了家也没了 哥们儿还绝处逢生 再战兴趣点上江湖 这段隔空力挺好友的影片 马上引起网友热议 许多人觉得李国庆用自嘲的方式 帮汪小菲打气很会安慰人 不过也有网友质疑 往母子两人伤口上撒盐 他们听了会开心吗 这根本就是在蹭热度吧